手机电脑前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布鲁克的音音公众师张艺诚 很高兴今天又给大家见面了 大家每次看到我是不是特别开心 因为明天就周末了 你每次看到我就意味着周末了 所以值得开心一下 开个玩笑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 就是我们EVA软件的系列讲座第二讲 主要有三块的东西 一个是文件割持的转换 还有一个是数据库的关联 第三块内容就X线穿透深度的计算 我们接下来要分 主步介绍的一块东西 首先介绍一下 我们EVA软件的数据割持 我们布鲁克的X线演设仪 它的原始数据割持 主要有两种 一个是BRML割持的 一个是RIW割持的 像TST USD是我们可以转换过来的 而BRML割持就是我们最新款软件的割持 它包含最全面的一期信息 是布鲁克的专用的一个文件 文件割持 它只有布鲁克的EVA软件可以打开 然后还有像我们以前的老一点版本 有RIW割持的 这个分为V1到V4 就是从V1版本到 第一版本到第四版本 它也是一种原始数据割持 它给BRML比 那就只包含部分一期信息 这种格式呢 布鲁克的EVA软件 包括一些大部分一些 其他分析软件都可以支持 我们要保存的时候 尽量保存一个BRML格式 因为它包含了最全面的一期信息 特别是你测量时间 特别时间过了特别久的时候 你想回来找一些 当时测量一些 相关的一期信息的话 如果你保存这种格式 你还能找到 如果你保存RIW的 有部分信息 你都找不着了 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用的最多的TSC文件 也就是我们两列数据 一个角度 一个强度 这个的话 也包含不符运期信息 这个格式呢 我们通常有时候 我们要 比如布鲁克的测试软件 测完后 你得到了RIW或者BRML格式 有一些 你要用其他分析软件 分析的时候 你可以转化成TSD文件 或者你想用 奥运节画图去发文章 去做报告的时候 也需要用这个TSD文件 还有一个UFT文件 这个呢 就是布鲁克SRD的 专用的文本文件 它其实就等同于TSD 我可以通过机器本 Excel 奥运节都可以打开 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 数据歌词的转换 当你有时候 我们往往测量过程中 你看我们最新的软件 V7版本的EVA测量软件 你测量后结果后 它默认的保存是BRML的 还有IWV4的 那如果你保留了其中的一种 你如果后续想转换 其他格式的文件 我们需要用到一个 File 18级这个软件 数据格式转换的包 这个呢 就是EVA V3版本以上的 包含的工具 你在那个安装 EVA安装光盘里 你能找到这个安装文件 在老版本的话 你装完后 它这个File 18级 内嵌到这个EVA 那个安装程序里 如果新版本的话 你安装完后 它独立存在一个 另外一个文件夹 总之 在你 如果你的版本比较老 在光盘里 找不着这个File 18级文件 你可以去我们官网 去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的话 不需要电子狗 下载完 安装完后 就可以使用 那么这就是File 18级 这个歌词转换文件的界面 我如果打开后 它是这个界面 那么我们左侧窗口呢 就是我们通常 在选择原文件的界面 就是你需要选择 哪个文件 就在这里面 找到一定位置 比如在C盘 D盘里面 这里面你还可以显示 显示或只显示 哪种歌词的文件 在右侧这个窗口呢 就是我们输出文件 歌词的文件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我输入哪种歌词 比如IW里有 V1到V5版本 我认为BML 本身就等于一个V5版本的 你可以选择就像USD 再往下拉 还有一个XY歌词文件 这都是一些文本歌词的文件 在这个地方呢 你是选择将来 你左侧这个原文件 转换歌词后 存放的位置 一般情况下 最好两个 都放在同一个文件家里面 这样的话不容易错乱 当这边文件歌词选完 那么我们在左边点一下这个原文件 那么右下角点个确认 convert 它就可以转换成 你想要的一个歌词的文件 这个是非常简单一个界面 那么比如说 我想将一个IRW文件 转换成USD文件 那么我们需要 需要做的 一般来说 你要转换成USD文件 就是转换成文本文件的话 我们需要先做一个设置 怎么设置呢 首先这个文件 我们点开Tools 一个Options 这里面呢 你选择USD XY XYE 这个界面 你会看到一个RAWDATA FORMAT 这里面默认就是一个intensity 只有一列强度 我们通常需要的是 我们画一个图 需要一个一列 横坐标的角度 纵坐标的强度 所以我们将这个勾上 Angle加intensity勾上 就可以了 在最下面这一块 这个scape USD 就是相当于 有时候你转换成USD文件后 下面是数据 两列数据 但最上面不是一系列的参数文件吗 这个就像那一title 你不想要的话 可以去掉 建议的话保留着 这样的话 你能看到我们测量的过程中 有哪一些测量参数信息 包括比如说 辖放信息 扫描角度范围 都可以看到 其这一自己 当我选择右 首先我要选择一个原文件 比如说这个文件 接下来在右侧 我选择文件格式 我选个USD 选完后呢 直接点右下角 这个转换 或者按F9都行 这样的话 在这个地方 你就能看到是一个USD文件 它是就是一个文本格式文件 你可以用TSD Oring 或者Eggsero 打开都可以 好 刚才说完了数据 歌式转换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 就是EVA数据库的关联 我们要EVA软件 这个最主要的功能 我们就做无相的定性电量分析 那么我们要做无相检索之前 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数据库 因为我们检索哪条 哪条卡片 它是用那个数据库比对的 我们无法自己得知到 所以我们要在无相检索之前 也就是使用EVA之前需要安装 演示数据库 我们最常见的数据库有两种 一个是CUD数据库 一个是PDF数据库 当然也可以有别的数据库 这两种比较常见一点 对CUD数据库来说 我们直接在安装光盘里 点击安装就行 这就是光盘打开后 首先这是一个EVA软件 我们装完EVA软件 我们要点开这个CUD 在这个界面里面 有个给这个CUD的检索库装上 那么它系统自动的 就给EVA软件关联上了 这是CUD数据库的安装 如果你是PDF数据库 首先我们需要购买一个PDF数据库 那么先在电脑上安装 安装完后 我们再用EVA的一个数据库 编译软件 DSRD Compiler 然后我们把这个PDF数据库 关联到EVA软件 你不关联的话 我们这个EVA 它不认这个PDF数据库的 说要经过这一部工具 那么PDF数据库的编译 怎么编译呢 首先我们打开这个EVA软件 点这个Tools 有个Start DSRD Compiler 或者你在开始菜单里面 点那个程序里面 界面里面 也能找到这个按钮 在我点开后呢 弹出右边的这个界面 首先在最上面这一部分 我选择我安装的PDF数据库的版本 你比如说有2005 即以后的版本 或者2004年之前的版本 或者就一些用户的数据库的版本 首先你选择这个版本 那么接下来你要会选一个 你这个版本存在位置 比如说2005年之后的话 你在这个地方选择 如果是2004年之前 在这个地方选择 也就是说 你先将PDF数据库 安装在电脑里 我再找到这个位置 进行数据库的编译 这个选择完后呢 我们直接点个build生成 那么在这个框里面 我们能看到的是整体进度 当它完成了之后 它会生成四个GDB 后缀隔尺的文件 那么我们EVA数据库 你关联后 它的存放位置呢 它就在C盘 ProgramData 布鲁克AXXDSID 文件夹里面 然后那个ProgramData呢 默认的是个隐藏文件 我如果要查看的话 需要将它打开 那么每一个数据库 EVA关联的数据库 它会将在这个DSID 文件夹里面 默认对应四个文件 后缀都是GDB 格式的文件 你比如说COD数据库 它这里面会生成四个文件 如果是PDF数据库的话 它还是生成这个文件 同样 我如果是用户 自建的数据库 它也在这个文件夹里生成 也是对应的四个文件 我可以将 比如说我在一个电脑上 经过编译后 我可以直接拷过来 拷到别的电脑上 放到对应的DSID文件夹里面 我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就不用直接编译了 第一次用的话 你需要经过编译一下 好 讲完数据库的转换 接下来我要转一个 讲一个X视线 在样品中穿透深度的计算 这块有什么用的 我们有时候 比如测量样品 X视线 我们只能打到表面 这个表面打穿的多厚的 多深 你有时候我的样品 比如我是镀层的样品 那么它沿着厚度方向 有镀层的 无相组成在变化 或者比如我要测硬力 那沿着深度方向 硬力会变化 也就是说 我只要沿深度方向的 信息不均匀的 有变化的话 那我们都需要知道 X视线穿透深度 我好知道 我测量是多大 深度范围之内的 一些信息 那么比如说 通常来说 X视线 随着入射角的增加 X视线在样品中 穿透深度是在增加的 当你入射角非常小的时候 你只能得到 很表层的信息 那你随着入射角的增大呢 你这个打穿的深度 是逐渐增大的 这时候你会得到 极表层和近表层的信息 随着你入射角 积蓄增大 你打穿就更深了 这你比如说 我们做 通常做薄膜分析 我们要小脚略射 这时候我要通过 选择不同的入射角 那么我会得到 不同的深度方向的信息 我来得到最表层的信息 我们选择小的入射角 那么我们对应 不同入射角后 那X视线到底 打穿了多深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个软件的一个小插件 可以进行计算 这个插件 就是Obsorb DX软件 它专门用于计算X视线 在一种材料的穿透深度 我们可以从EVA软件的Tools工具栏里面 选择 Start Obsorb DX 这个小插件 或者直接在安装程序文件 你可以也直接找到 Obsorb DX 同样跟刚才那个 DSRD Compiler一样 在这两个位置 我都可以找到 那么我点开后 这个界面 它就是长这样 首先呢 在上面这一部分 Meterials 在这一栏的话 我们需要输入的材料信息 也就是 I社群 我打造这个材料 是什么材料 我们需要输入的 就是一个材料的化学池 你可以是纯净物 也可以是混合物 如果是混合物的话 最好是将各个子的含量加进来 你比如说10%的铁 加90%的氧化铁 那么将下来这个密度这一块 如果是纯净物 简单的话 它们系统自带的 就能给你自动 给出来 如果是你是混合物 或者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需要在这个 自己输一个密度 比如你股算的密度 或者你经过测量 你放下去 因为它这个I社群 穿透深度 又根据密度要去计算 说密度输的越准 我们计算结果会越准 然后在中间部分信息呢 就是一个光源信息 那么我们知道 选择不同的光源 它的波长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在I社群 的穿透深度是不一样的 通常来说 波长越大 那么它穿透深度是越浅的 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光源信息 你比如选择铜把呀 骨把呀 木把呀 那么在这第二个 这个地方我们输入一些光源的 你选择哪条线 是KF1的 KF2的 或者Kβ信号 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波长 穿透深度就不一样的 接下来这一块 我们需要输入一个2C的角 因为通常来说 我们做常规的扫描 从低角度扫到高角度 那么它是随着 随着角度的增大呢 I社群的穿透深度 是逐渐增加的 我们通常估算的时候 要选择一个最大的入水角 你比如说我扫 我从10度扫到90度 那么我就2C它按到90度 这样在90度时候 我计算一个穿透深度 就大概直到I社群 打穿我这个表面是多深了 这一项选择布拉格条件 接下来我点个UpdateDisplay 它就会生成一个 最下面会得到一个Depth 就是告诉你I社群 在这上面的穿透深度 这里面我举个例子 我比如计算 那个I社群在 Alpha氧化铝中 在2C的90度的穿透深度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我是要在这输入化学池 输入氧化铝的化学池 那么因为它这个化学池 比较简单 是纯净的 它这个密度值系统会自动给你 如果你是给一个混合物的话 你比如10%的铁加90%的氧化铁 或者你配一个配铝 别的样一个混合物 那么系统不知道 你的密度是多少 你可以自己测出来后 或者查资料得到后 自己输进去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中间部 我们选择光源 比如选择铜把 选择Kr1辐射 那么将它的波长 它的能量 系统都自动给出来了 我们说的输入的 就是2C它的角 这个就相当于 如果我计算2C到90度的 穿透深度 那么这个地方 我都输个90 你要想计算 这一束S线在这个样品里 最大的穿透深度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就输入180度 通常来说 S光直射的时候 应该穿透深度是最大的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输入 输入180度 你看到它是穿透深度是多少 那么就是相当于 在你这个测试过程中 它最大也就穿透这么多 我们通常做实验 2C它到不了这么的 这么高的角度 也就是穿透深度 会比这个值低 也就是极限值的话 按180度 那么输入2C它角之后 我们要输入一个 在布拉格 Breg Condition 这一块要勾上 就意思我们 选择的欧核扫描的 接下来后 前面输完后 下面这有个 就质量吸收吸收的 自动会议输出来 我们需要直接点击一个 AX Display 那么右下角的Depth 就是我们S线 在这个样品中 穿透深度 你比如铜把 在90度的时候 也就是入射角 在45度的时候 它在演化里的穿透深度 大概是64个微米 这样的话 我就能估算一下 我如果一个材料过来后 我从不同的扫描条件 我大概知道 S线穿透了多深 这时候我们得到了一切结果 就是在这个穿透深度之内的 平均值 如果你想穿到更深一点 达到的极限值 比极限值更深的位置 你需要将表面 再磨掉一层 再测更深度的信息 看到没有 首先这个是文件 转换格式文件 我打开后 最左侧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一个 原始数据格式文件 就是 就是我们原始数据 将来就是我想 转换的数据在哪里 然后右侧这个界面 就是我们转换后的数据 你存放的界面 那么在左边这一块 你可以选择 我只显示哪种文件 右边这个里面 我能选择显示 哪种格式的文件 通常来说 我们上面的 就是几个 IW的格式的文件 下面的话 有个USD文件 包括XY 这就是文本格式的文件 最下面 你看一个Fullproof 和GSAT 这是能接构精修的文件 如果你想用 布鲁克测量的软件 用这两种软件 进行精修的话 你可以转换过来 那前边那个IW 一般 你如果用J的分析的话 最好转换成V1 V2格式的 或者直接转换成TSD格式的 就可以进行分析了 当你转换成USD格式的文件 的时候 要这边做一个设置 在Tools直接点Option 在这个USD XYXYE 在这里面将这个 Rawed Data Formatter 选个Angle加Intensity 如果默认的 这是一个Intensity 只有一列强度 如果想要角度值 就选择这个勾上 点个OK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将来我比如想转换 哪个数据文件 比如我左侧选上 右下角 这个点个 选择这个F9 Convert 直接点个转换 在这个文件夹里头 都生成你想转换的 一个文件格式 好吧 这就是我们文件 转换的格式 接下来 我演示一下 我们数据库的编译 在哪个位置 首先我们打开EVA文件 EVA这个软件 在Tools有个 Start DSRD Compiler 你打开后呢 它会弹出这个对话框 就是刚才我讲的 在这个地方 我要选择数据库 我们PDF数据库的版本 在中间这一块 我要选择 我将来的数据库的 安装位置 数据库的安装位置 那么 接下来点个这个生成 你就会看到 它会转换进度 当它这显示 百分之百完成后 你会将来在 C盘那个 Program Data 布鲁克 AXS DSRD文件夹 来看到生成后缀 为GDB格式的 四个文件 好吧 这就是数据库的 编译界面 这个很简单 你装完别的数据库 直接转换一下 就可以了 接下来演示一下 我们要计算 S线的穿透深度 同样在这个界面 点tools 有个start absorb DX 那么它弹出 这个界面 我接下来 你比如说 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说 S线辐射 问你这个设备 有没有辐射 我可以放心地告诉你 我们这个设备 是没辐射的 通过 有那个辐射豁免的 那么 我们这个设备 一去到外面的铁皮 你比如说 我算一个铜把 在铁 在铁里面 穿透深度 我输入一个铁 那么密度有了 那我用铜把 这个地方选择铜把 选择一个KFA辐射 这个角度 我选择最大的角度 就是直射的时候 穿透深度最大 我二切套就输入180 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 到不了180度 通常就是120度 130度就够了 那么我输180 这个地方我构成 布拉格演示条件 这时候我点个 update display 你会发现 这个铜把 在铁里面的穿透深度 只有4.8个微米 也就很薄的 而我们通常 这个演示 以外面以外壳 都是毫米 甚至厘米级的厚度 说说I实现 挡着出不来的 那么我们设备 正对面 是不是千玻璃 那么我们计算一下 I实现 在千里面的穿透深度 同样 我点个 update display 你会发现 在千里面 穿透深度更小 就4.4个微米 也就是说 我前面这个千玻璃 通常是6毫米厚的 I实现 完全出不来 说我们的设备 你放心使用了 外面都是没有射线的 那么我换个材料 比如换一个铝 换个铝材料的话 那么你在 同样计算一下 你会发现 铜把在铝里面的 穿透深度就很深了 就86.549 微米就很厚了 同样 你要如果换一个有机物 比如说 有机物的话 把它穿透深度更深 这时候能甚至到毫米级的 所以说 这个软件的话 我们都进行一些 还是在 穿透深度的计算 当你做 做镀层分析的时候 或者你那个表面 有些氧化铁皮 或者有一些测硬力的时候 你想知道 多深度范围之内 你的信息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个 小插件 估算一下 大概知道一些 穿透深度 然后接下来 你要选择合适的入射角 你比如说前面的杜层 就几个 几个微米 或者零点几个微米 纳米几的 那你可以选择 合适的入射角 看一下打穿的多深 这样的话 我们进行一些分析 好吧 今天我们主要就讲这三部分 第一个呢 文件格式的转换 第二个呢 数据库的 EVA的关联 第三个 计算S线 穿透深度 大家去看看 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问 我现在要去那个公众号下